大家好,欢迎来到碎碎冰的斯诺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赛 吕浩天对阵迈克尔甲奇 目前吕浩天已经3比1取得了赛点 但是这个球形还没有打开 双方还是需要从防守上去寻找对手的破绽 先把顶库的这颗红球打活 看一下这一杆右侧中带漏球了 好球,红球顺利打进 绿球也是没有什么难度 当然这一杆的较为红球并不好来连接 最后还是选择了来防守一杆 右下方底带漏长台 看吕浩天长台的准度 好球,没问题,一杆准进 连接到咖啡球 这个角度有一个红K红的带球堆的机会 球队带开 绿浩天也是获得了一杆至胜的机会 本球的右侧中带退一裤 左下方底带和右下方底带同时要道 好的,再来连接一杆粉球中带 目前中间的四颗红球都是可以单拆的 黑球的进攻线路目前是没有打开 所以说更多的也是围着粉球来做 而且篮球处于贴裤的死球状态 粉球要一杆右下方底带 然后母球从红球的中间穿过去做一个刹车 泄力 黑球左侧的这一颗 打进这颗红球以后 黑球的点位也就彻底打开 赤库上来 把一个钉杆继续吃粉球 粉球推丢了 吃到了带脚 目前吕浩天领先了40分 台面上还有五颗红球67分 左下方底带顺利打进 贾琴也上手了 粉球中带 这个机会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红球分布的够散 贾琴也是有机会一杆制胜的 这颗红球打丢 那吕浩天应该不会再给贾琪上手的机会了 左侧中带 非常好的上手机会 直接蹬下来要粉球 我们来算一下分数 目前领先41分 台面上还有43分 打进粉球超分 好球超分了 直接蹬上来处理右上方顶带的红球 直接蹬上来处理右上方顶带的红球 进入到收彩阶段 目前所有的彩球都是活球 并且金迫力发展的转称 后 Еще起来 快点到处理右上方顶带的古矩 好处理右上方顶带的红球 到处理右上方顶带的红球 同货带的红球 也要不得 一红球 于可以 黑球的角度没有问题